大家好我们是台中市建国小冒险部落 我们要讲的故事主题是 我们要来打小报告 我们所感受到的问题是 班上同学很爱打小报告 上课钟声一响 马上就有同学去跟老师说 班上谁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同学们互相告来告去 老师也会觉得很烦 所以我们想减少同学的小报告 我们所想象的解决方法是 班上同学喜欢告来告去 同学只看同学的优缺点 所以我们想让学们换个角度下 努力去找别人的优点 所以我们在教室里设计一棵甜心树 班上同学看到谁有什么好的表现 就写在一张小爱心便利贴上 这样同学们就会多注意别人的优点 打小报告的内容也慢慢都是同学好好表现 后来请班上同学看到别人有什么好的表现 就写在一张小爱心便利贴上 再请被赞场的同学在上面签名 让他知道自己有什么好的表现 完成小爱心便利贴的赞美活动之后 把它贴在甜心树的四周 有了甜心树之后 让我学习要多看别人的优点 不要互相告来告去 请大家学习身边的人有哪些优点吗 来贴在我们的甜心树上吧 谢谢大家 你看小朋友说的甜心树的话就这个